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真正自己称帝的做了皇帝的女人 并不是武则天而是陈硕珍 她称帝比武则天还要早上37年 历史上的女皇帝 大家最有印象的就是武则天 而且大家普遍认为武则天是历史上第一位女皇 其实武则天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位女皇 而且也不是唐朝唯一的女皇 唐朝还有另一位女皇 但在武则天之前 还曾有一位农民起义军的女首领也称过皇帝 她就唐朝的传奇女子陈硕珍 陈硕珍公元620年公元653年 牧州智山子童园田庄里 金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子童镇人 出身于平民家庭 自幼父母双亡 与妹妹相依为命 她早年丧夫 便尝了人间疾苦 唐高宗永辉初年 陈硕珍家乡浙东地区发生洪灾 当地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地官府本该开展救灾行动 镇继灾民 可他们却视而不见 照常收税 一时间搞得百姓民不聊生 怨声再道 此时的陈硕珍从事的是巫女或道姑一类的职业 陈硕珍跟武则天的不同在于 武则天是在宫中上位 而陈硕珍是起义 他出身贫苦无依无靠 一个人在外流浪 被打过也被抓过 看遍了老百姓的惨痛生活 为了拯救这个世道 他创立了火凤社号称赤天圣母 招揽了许多信徒 等到时机成熟 立刻就带兵起义 他自封文家皇帝 是要推翻唐朝 还仿照唐朝的官制自立了朝廷 封了一众自己的亲信 势力发展得非常快 陈硕珍为了扩大影响 自称马上要羽化登仙 与自己的相邻诀别 准备隐居一段日子后 再以神仙的面目出现 不过陈硕珍的运气不太好 刚刚躲起来没多久就被人告发 被官府抓了起来 但奇怪的是 陈硕珍被抓后 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据史书记载 官府已问不出口供 证据不足将其释放 这引来后世人们纷纷猜测 有的说陈硕珍遇到了 亲官同情而放他 有的说是他的亲戚或同伙 会露了官府才救了他 还有的说陈硕珍是使用了 自己美女的原始武器 才被放回 陈硕珍被释放后 他的殷亲张书印 立即到处宣传 陈硕珍已经呈现 从天界重回人间 现在法力无边 变化莫测 能够驱使鬼神 并显示种种神迹 这番宣传非常有效 陈硕珍周围很快 就聚集起了一大批信徒 当时的底层民众都很迷信 对陈硕珍的夸大的宣传 以及他可能施展过的一些魔术 越传越邪乎 信奉民众越来越多 以至于当时的官兵 对陈硕珍的神力 也深信不疑 就这样 随着信众越来越多 陈硕珍感觉时机成熟了 就在永辉四年 公元653年10月初 正式起兵起义 举旗造反之后 陈硕珍自称文家皇帝 这比武则天690年称帝 还早37年 任命张书印为宰相蒲舍 同本宝为大将 并组建了其他政府部门 这场刚刚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农民起义 就这样败得惨不可言 唐军捉到陈硕珍后 为了彻底摧毁他的意志和神话形象 使用了很多毒辣和无耻的手段凌辱他 唐军首先反复地轮奸他 又无数次将他毒打得死去活来 他赤条条的身躯上遍体鳞伤 他们又设计出了一套 矿骨未有的酷刑来处决他 在行刑那天 陈硕珍被赤身裸体地绑在木驴上游遍全程 秋风之中他一丝不挂 惨白的动体不满了道道伤痕 在行刑台上 凶恶的筷子手们将陈硕珍的四肢钉在刑架上 先以极其卑劣的手段当众凌辱折磨 然后割去他的乳房 随之 残忍的刑架手又开始慢慢地剖割他的兴器 他的喉咙里发出惨觉还雨的凄厉丝毫 陈硕珍挺着那血淋淋的赤裸身躯 忍受着极度残忍的暴虐酷刑 怀着永不屈服的意志迎向死亡 年仅33岁 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陈硕珍无言面对这个世界 不过他虽然失败了 但是身为一个女性 在封建社会具有这种反抗精神 还是可歌可泣的